詞曲 李宗盛 以前都是看到喜歡的書 或者說朋友跟我說推薦什麼什麼小說 然後我可能就是在家裡啊 或者在咖啡座啊 或者是在地鐵上就自己看嘛 然後慢慢看就是空閒的時間看 但現在我覺得我閱讀上是有deadline的 因為某某電影公司發了你一個小說 或者說我國外的經紀公司經紀人發我一個小說 他會講說你一定要在什麼時候看 因為有其他的什麼導演都在搶這個小說 或者說這個很暢銷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然後還沒有這個版權還沒有賣出去 你一定要在什麼什麼什麼 可能三天內就是至少把一半看完 我覺得身為一個電影導演 文學對我來說蠻重要的 因為你想電影本身只有大概一百年的歷史 然後文學有幾千年的歷史 其實先有文學才後有電影 然後我覺得文學或者說閱讀 其實給一個從事電影的一個工作人員來說 他給了你一個比較厚比較深的一個底子 然後讓你不管是看人生 然後看故事看敘述的方法 就是有比較全面性的一個感官 然後你會發覺說其實不管是在亞洲或者在西方國家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好看 或者說很棒的電影 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的 包括你看什麼張藝謀導演的一些作品 什麼紅高良 這些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 你看李安的設計 然後你看英國的很多什麼理性與感性 這些都是改編自文學作品 所以我覺得電影跟文學 電影跟閱讀 其實有很很重要的一個 息息相關的一個關係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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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